做替工也能夠變成一名外交 這是不正當地當日市基盤月店的李映寶的故事 李映寶在十多月就出來做替工 竟然到五十月才成為專業的外交 雖然說一路走來是勘勘勘勘 不過他認為這是提供別的安排 另外讓人進步是提供中的紅塑丹 他對科理人員提供了夠開始訪問 也因為希望藝術能夠嚇一聲苦 所以他將出來提供給藝術家來作為店長 這次李映寶在百貨店 不收到馬店舍也作便 雖然做替工已經很久長的時間 但是心中對著藝術家也是暗截不了 因此李映寶在五十月時 決定要成為一名專業的外交 我是做鐵工的 以前我從十幾歲就開始當學徒做鐵工師傅 一直做到五十歲才離開鐵工 那因緣際會我在五十歲的時候 剛好有一個善心人士 他有一棟房子暫時借我用 然後在台北是一個很算是很高級的地方 然後免費無償的讓我來化讀 所以我在這邊四年多 我每一年都在不斷的精進當中 藝術天分終於讓人看見 而且是在沒有拜訓人家 自己看得到自己惡 這份堅持和身高讓人是特別感動 這些年來我發現其實我的色域更寬廣一點點 同樣一個調色盤 我可以畫出各種不同色彩的東西 那我畫的題材也不侷限在就是戶外寫生 我畫一些進入 畫一些在室內可以揣摩的各種的圖 藝術天分不僅僅在在大陸市 馬丹娜技術中心進行 而且進行畫一些主廊 也就是那些圍杜的提供人士 我會對藝術這麼主軸 就是覺得說藝術生活畫 可以讓我們的生活更快樂 因為日子才不會呆板 那從畫畫的過程裡面 會獲得美感跟成就感 藝術等希望藝術可以進入社區 而且進入生化化 因此他提供重點讓大家來這裡看位 來這裡辦位電 我們台灣人 大家都很刻苦耐勞 光知道每天勤奮的工作 那都很少精神食糧 那我自己這棟房子 自己在這裡獨享 我覺得獨樂樂不如眾樂樂 所以我就開設這個畫廊 這間藝術中心不是營利的單位 在大陸市新公路上頭 歡迎民眾展望館上 記者在臉書安 蔡佛堡 大家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